你知道乐高发现号航天飞机的工作原理吗? 为什么旋转机尾的发动机喷口,两侧的升降负翼就会随之偏转? 当我们向前推动机尾金翼,三个起落架同时向下弹出又是怎么实现的,超过19个可动, 7个可拆,又可以还原哪些经典场景。 作为人类文明至今最先进的航天器之一,乐高在这款模型的搭建上又做了哪些精心的细节还原? 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全面地看一下这款乐高发布于2021年,目前暂未绝版, 具有长54厘米,重1.9公斤的镇宅及分量的,也是迄今为止最受玩家普遍好评的乐高航天主题套装10283发现号航天飞机。 这款套装一共使用了2354片乐高零件,相对于原型机37.2米的长度,它的比例大概是1比69。 那这里我们拿一辆1比64的,也就是类似比例的跑车模型来做一下对比,大家也可以自己拿个计算器算一下。 要把如此的庞然大物送上太空,一共需要分成几步。 那第一步先做个简单开箱,非常大的一个彩盒,设计比较简洁,不过这个成品的姿态和视角,大家会不会感觉有点随意啦? 那左上角是NASA和发现号的logo,左下角则是标注了18家的年龄定位,套装编号以及零件数等信息。 右下角的徽章是为了庆祝NASA航天飞机计划30周年以及退役,由NASA航空航天工程师布莱克·杜梅尼尔设计。 左右两侧各七枚星星则是为了纪念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失踪的14名机组人员。 彩盒的背面同样简洁,除了对成品尺寸的标注以外,还通过图示展示了一些设计细节。 打开彩盒,里面一共有19个零件分包,17个大步骤。 拼打手册装在白色新封袋子里,手册的开篇用了六页的篇幅,对航天飞机以及发现号的历史,积木的设计,航天飞机项目的未来,以及哈勃望远镜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手册中也有少量的图文介绍内容。 那贴纸是有这样的两张,下面我们就一边拼搭,一边看一下它精彩的内部结构设计。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起落架的相关联动结构。 首先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搭建出了一个贯穿整个机身的推杆结构,末端连接着机身金翼。 上面的一组黄色三角形零件,在其所在的空间内对整个推杆起到了一个形成线位的作用。 当推杆向前运动,推杆前部的弧面砖块零件将与前起落架结构中的避震零件抵持,并接住弧面结构,将向前的推力分解出向上的推力。 而前起落架在围绕轴心旋转运动的过程中,将对避震零件进行压缩。 每当超过临界点的时候,在避震零件弹力的作用下,前起落架将被推向收起或者打开的状态。 当向前推动推杆,也就实现了起落架的弹出。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后起落架的收放联动结构。 首先可以看到整个起落架模块是通过一根十字轴,一枚60483与避震零件相连。 与前起落架类似,在整个旋转行程中将对避震零件进行压缩。 当超过临界点,在避震零件弹力的作用下,起落架将被推向收起或者打开的状态。 在刚才提到的贯穿整个机身的推杆向前运动的过程中,在这里的一枚蓝色平面砖的作用下,推杆将推动避震零件的异端向上运动,最终超过临界点,进而将起落架弹出。 非常巧妙的设计。 这里看一下升降负一的偏转联动结构。 首先左右两侧的升降负一模块采用十字轴,各与一枚6536连接。 而6536上的球头零件通过小拉杆和一枚圆形零件连接,圆形零件和尾喷口连接。 当尾喷口发生旋转,也就通过拉杆带动6536旋转,最终实现两侧升降负一模块向不同方向偏转。 而如果尾喷口前后运动,则实现两侧升降负一模块向相同方向偏转的效果。 此外设计师还在这个位置设计了一枚18654,通过这枚零件和周围零件的底持所带来的旋转形成线位, 恰到好处地控制了升降负一的最大偏转角度。 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尾喷口模块的前后角度是被固定住了的,包括垂直尾一的角度也是在这里进行了搭建。 经过大概七八个小时的拼搭,这款发现号航天飞机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在背后放一个显示屏,找一张不要钱的太空图片,这个效果大家感觉还可以吗? 回到地面,在三视图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款乐高模型在整体线条比例方面的还原度几乎是做到了分毫不差。 不过通过对比一张航天飞机降落的实景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款乐高模型的前起落架的位置,相对于实物来说要更加地靠后,稍有遗憾,但问题不大。 细节方面,前段的驾驶舱,六扇前窗和两扇天窗采用了印刷件,另外在朝向载荷舱的位置还有两扇后视窗,航天员可以透过后视窗观察机械臂的操作。 在载荷舱门的内部,银色的散热器则是采用贴纸进行还原,它的作用是防止飞行器过热。 在驾驶舱左侧方靠下的位置,设计师使用了一枚圆形零件模拟了驾驶舱的侧方舱门,也就是航天员在地球上进出航天飞机的通道。 从航天飞机前段一直延伸到机翼部分的边条翼,两侧的机翼为航天飞机提供生力。 机翼后缘的升降副翼,控制航天飞机的滚转和抚养。 尾部靠下位置的金翼为航天飞机提供辅助生力。 上方带两个方向舵的垂直尾翼,不但能够控制飞行方向,当舵面向两侧打开的时候还可以起到减速的作用。 三台RS-25也是历史上最强大的火箭发动机,那也是全部都进行了搭建。 唯一两侧吊舱位置则是轨道机动系统,安装两台AJ-10190发动机。 它的作用是为航天飞机入轨、载轨和脱轨时提供推力或反推力。 上面的黑色圆形突立零件则是对RCS推进器的还原。 它的作用是配合OMS提供微量的姿态调整,在机尾两侧各有14个。 另外在机头位置还有16个,一共44个。 可以看到乐高对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进行了搭建。 此外,机翼前缘的隔热瓦,相对于机头、尾翼以及机身底部的隔热瓦,颜色会稍微淡一些,那也是做到了还原。 另外打开驾驶舱的上方舱盖,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航天员座椅以及一些仪表盘细节。 进一步的取下驾驶舱,这里就是生活舱啦。 侧方这里的蓝色零件是对航天员的睡眠区进行的还原。 而靠后的位置有一个圆形的零件。 宇航员可以通过这里进入气闸舱,并最终通往载荷舱。 对应的也就是载荷舱这里的,同样也是圆形的舱门。 作为这款发现号的配套,哈勃望远镜的搭建同样也是细节满满。 前镜筒,后镜筒,镜头盖,入光口,外置高增益天线,太阳能翻版,全部都进行了搭建。 综合来看,如果以绝对的镇宅及航天主题套装来评价这款10283, 那这款模型并没有对巨大的外储箱和固体助推器进行搭建, 因此无法还原出宏大的垂直发射场景。 当然不能完全说是槽点,只能说仍有空间。 海外也有玩家对此进行了MOC,光看图片就感觉深受震撼。 那大家对这样的方案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留下自己的意见哦。 那展示牌上的STS-31也对应了发现号航天飞机的第十次太空飞行, 也是历史上的第35次航天飞机任务。 这项任务执行于1990年4月24号, 其任务正式将哈勃望远镜部署到太空轨道上。 在功能可动方面,当我们旋转机尾上方的尾喷口, 两侧的升降副翼就可以像这样偏转向不同的方向, 也就是控制航天飞机的滚转。 另外这个尾喷口模块也有微弱的前后推拉形成, 此时两侧的升降副翼则偏转向相同的方向, 也就是控制航天飞机的抚养。 不过这个角度很小, 所以不确定是设计师有意设计的还是矿量使然。 向前推动机尾的精翼, 航天飞机的起落架也就会向下弹出, 不过收起起落架需要像这样手动收回。 其他可动方面, 包括两侧的载荷舱门可以向外打开, 遥控机械臂有三个可动关节, 另外也可以平转。 载荷舱前部这里也有一个可动关节, 不过不知道这是航天飞机上的哪个部件, 机尾的精翼可以上下翻转, 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可以水平翻转。 两侧的吊舱可以向外打开, 打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联动结构。 哈勃望远镜前方的镜头盖可以向外打开, 四周的天线也可以调整角度。 在安装太阳浓翻板以后, 那两侧的这个翻板也可以前后翻转。 在可拆卸模块方面, 首先航天飞机前方驾驶舱的顶盖, 以及整个驾驶舱都可以拆下来。 在载荷舱靠后的位置, 通过一个可拆卸支架, 我们可以把哈勃望远镜固定在上面。 两侧的太阳能翻板, 也可以通过拆卸模块来切换它的收起或者展开的状态。 另外套装中也提供了一个哈勃望远镜的单独的展示支架。 这款套装的官方售价是1899元, 不过实际上一间出头就能到手, 2354片零件算下来PPP大概是4毛多点, 所以在性价比方面这款套装也是有不错的表现。 虽然相比于土星5号大概2毛8的PPP确实要高一些, 但是在所有的乐高套装里面, 这款航天飞机的PPP单价仍然算是比较低的水平, 而且在零件种类方面, 这款航天飞机一共是用到了522种零件, 而土星5号则只用到了221种, 所以相对来说, 土星5号的极高性价比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因为它的大量的重复零件使然, 自然伴随的也就是不少的重复拼搭步骤, 因此在PPP方面, 这两款套装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 那过几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另一款国产航天飞机的评测,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 咱们下期见,拜拜。